欢迎回来 3月11号生效的违反行动管制令罚款1万令吉措施 今天迎来了全国单日单一最大宗的罚款总额 荣福州警方昨天3月13号晚上10点45分 突击了一家位于麻坡非法经营的夜店 向在场寻欢作乐的108人 每一个人发出1万令吉罚单 再加上夜店经理的5万令吉罚单 罚款总额是高达113万令吉 106人 2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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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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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人 1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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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人 1人 1人 2人 1人 没有想到业主不把法律放在眼里 还开门违法做生意 除了夜店经理之外 其他接获1万令吉罚单的人 在夜店消费没有维持肢体距离 违反了防疫标准作业程序